是会互相照顾 互相迁就 然后会记得所有应该记得的画面 会分享 会发脾气 就一定要发脾气 因为很多时候发脾气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底线的测试 是两个人互相磨合的过程 一个在情绪上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懂得让 然后你在情绪上的时候 那个人也要懂得让 这个才是一种就是愿意表达 也愿意理解 情人节快乐 所有的情侣都能够永永远远 长长久久 然后也希望所有有爱的朋友们 还没有找到爱的朋友们 在这个情人节终于等到你的爱